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 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0.3% 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从环比看 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环比下降0.1% 其中食品价格由上月下降转为持平 非食品价格由上月上涨转为下降 食品中受天气等因素影响 鲜果价格有所上涨 虾蟹类 牛肉 鲜菜等产品市场供应充足 价格有所下降 非食品中受长假后出行热度季节性减退影响 飞机票 交通工具租赁费等价格均有所下降 从同比情况看 5月份CPI同比上涨0.3% 涨幅与上月相同 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同比上涨0.6% 继续保持温和上涨 从构成CPI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看 除食品和交通通信价格下降外 其他六大类价格均同比上涨 说明当前居民消费需求恢复的态势持续巩固 5月份受部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 及国内工业品市场供需关系改善等因素影响 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0.2% 改变了前六个月连续下降趋势 同比下降降幅比上月明显收窄 展望后期随着我国经济运行持续回升向好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及换新等促消费 扩投资政策进一步落地险效 国内需求将持续恢复 预计物价总水平将保持温和回升态势